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如果因為我的參選可以讓左南更進步的話 我相信我們大部分的左南鄉親會支持我 那我剛剛有提到 這一塊是一個非常難撼動的鐵板塊 也同時告訴各位 這一塊不可能用傳統的藍跟綠來分別 所以我剛剛已經跟各位報告過 如果我們站在財團跟弱勢來做比較的時候 我選擇的是弱勢 那如果是在貧與負還有公平競爭的當中 我選的是公平競爭 所以我希望未來不管是黨內的初選 或是在做政黨競爭的時候呢 都能用公平的方式推出更好的政策 讓選民可以認同我支持我 這是我參選的最基本的動機